与澳洲天空电视台记者一起回顾遭到中国关押的事件始末 曾是中国宣传机器的一名喉舌 后来入籍澳洲的前CGTN主播成磊 即便脱离牢笼仍在担心受怕 成磊于2020年8月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 在北京遭拘捕 一直到上周中国国安部才公布细节 指成磊用手机非法将国家秘密提供给境外机构 判刑两年十一个月 现在好不容易回到澳洲 还在适应正常人的生活 成磊有长达六个月时间被单独拘留 全凭翻译脑海中的诗 让自己不会太过消极 后来被移送到有育有的牢房 不过牢房里从不关灯 他说返回澳洲的飞机 是他这三年来首度能够在黑暗环境入睡 有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为成磊疏通奔走 10月11号成磊返回墨尔本家中 他在专访中强调 很多在澳洲无关痛痒的事 在中国却是犯下大忌 中国将所谓的国家安全无限上纲 不只是中国内部海外人士 也可能遭到罗知罪名入狱 华新闻吴贤昌编译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